大家好,我是曹云平,今天是7月3号 我这回呢,是在 最强北部山区的 一个叫姚家沟的镇里面 山里面这个河水 非常的,还挺大的 因为在我们那边的小河 都已经干燥的情况下 这样的河就算是不错的一个水量了 康家河是 北部山区一条 还是比较有名的河 它在1950年代 那时候在康家河的中下游 修了一个水库叫康家河水库 也叫白地沟水库 是凤强县最大的水库 也在宝基这个范围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水库了 然后 我们从小也没来过 我父亲倒是以前经常走这边的山路 在2002年左右吧 我们那时候上高中 当时我们同学组织了一个文学社 叫联谊文学社 就是水中的这个波动的这个联谊嘛 当时自己还搞一些手抄版的文学作品在上面玩 然后那时候就相当于这个杂志社搞团建 然后我们这些同学呢 就骑着自行车向这个摇家沟浸发了 最后也是到了这个白地沟水库 然后泛舟湖面 也还是挺挺好玩的一个技艺 那个湖面确实是很漂亮的 就是因为尤其是现在 它作为这个分享线 尤其是宝基市的这种营水水源地 保护的还是不错的 就有空的话 我希望能把这个景色到时候也拍到我们的电影当中 然后今天呢 我跟我爸一起去的 我爸又带着我去重走了一下 他当年在我们大队 在这个国家河往北这个杨家河 国家电往北往杨家河那个方向 接近于凤翔县到林游县 提林的那个山区里面开拓出来的那个叫山庄的这个一个地方 因为那时候平原上的人 这个地少人人多 然后没得吃 所以他们就跑到山里面去开拓一些荒地出来 然后你至少在那些所谓的这个山庄里面是 至少可以吃饱 完了之后剩多少再拿回来跟葱子里面的人共产 一起分 所以在我父亲小的时候 他曾经走过这条路很多次 这一个单面有70多里路 就是35公里 那时候就是徒步走过去 然后再走回来 要走一天的时间 我们今天开着车 那妥妥的一会儿回 也不论叫一会儿 一个小时肯定就到了 因为那个路也不好走 最后因为走到最北边 它那个水泥路变成了沙石路 沙石路变成了 又变成了水和泥的那种路 我觉得就是像这种 敌权政权 就是这种共产政权 它有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好处 七月是这个党的生日 我们要赞颂它一个月 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确实有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处 就是如果你要是一个民主国家 你要说要在 汇祥县北部山区 修一条高速公路 因为它看起来没有什么 立即的显著的效益 所以应该是在议会里面 是很难通过的 但是在现在呢 这个姚家沟正在修建一条 从陕西省东部 关中东部的雄义县 到昏祥县的一条高速公路 最好完整的穿过了这个姚家沟 所以我们今天一路路过了 无数个这个打隧道的 或者说销山的这种施工的工地 一个是对这种 就是还是挺赞叹的 就是中国的这种工程施工的 这种水平和能力 确实是很牛 就是恒山开路 玉水大桥 就是建山 沙山建佛杀佛 然后另外一面就是 确实这样一条路呢 也肯定会给陕西省 带来一些好处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政权崩溃之前 它能做这样的事情呢 也是一个 我们应该称赞的事情 等到它把所有的资源 都耗尽之后 可能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然后我上一次 跟我父亲去山庄是05年 我还记得上一次去的时候 我爸当时骑着我们家那个摩托车 然后后来他那个摩托车 接近报废了之后 他就好像58钱还是70块钱卖了 当时随身就携带了 这个骨胎的设备和打气筒 果不其然就在路上车胎就爆了 我今天这一路 那个路比上次更难走 然后我这个车胎目前还没有爆 然后这一次已经是 因为那上次的记忆很好 在冬天去的 山里面有些树居然还是绿的 然后这已经就是15年之前了 所以说如果说那是一次 这个父子游的话 这个下再一次 父子游就已经是15年之后了 那时候我的父亲还是 就是你看相片嘛 就是依然还不算是一个很老的一个人 但是现在确实是很沧桑啊 所以就是时间很快 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呢 我就提议开着他开着车 带他出来逛一逛 也算是拔高一下 就算是进个校吧 而且这样的机会也并不是那么多见 如果是15年为周期的话 我不知道下一次 我们看有没有这段机会 好了 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那个希望 希望这个分享线越变越漂亮 然后有机会呢 曾经看过这个视频的所有的朋友 我都带着他们到我们分享线来逛一逛 希望有这样的机会 感谢观看